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极大丰富订阅至XGP的内容 B社的绝大多数游戏以后也都将加入XGP 这其中还包括了B社以后首发的新游 而这些新游如果在PS5上发布 售价可能会达到70美元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幽灵县东京和死亡轮回这两款游戏 正按原计划在PS5上限时独占 但是以后B社的游戏会不会首发登陆PlayStation平台 只要画上一根问好了 另外在收购B社后 游戏宣布XGP的订阅人数达到1500万 受疫情影响 最近5个月增加了500万用户 末日题材FPS游戏地铁离去 迎来新史地79元 交上次史地降价10元 黄金版售价101元 额外包含两个DLC 注意特会截止至明天凌晨1点 想入手的玩家要抓紧时间了 本作以后起事录的俄罗斯荒野为舞台 玩家将登上经过多重改造的蒸汽火车 曙光号 与其他幸存者一起探索新生活 游戏有着丰富的动态天气和自然环境效果 恐怖沉浸感极强 玩家可在荒野中收集资源 改装武器 与变种怪展开激烈搏杀 对俄式废土风格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类奇卡游戏雷霆一击 迎来新史地49元 交上次史地降价16元 本作以中世纪为时代背景 玩家可在其中体验到快节奏的冷兵器对战 游戏可在第一和第三人称视角中来回切换 最多支持64名玩家一屏PK 自由体验骑兵冲锋 发射弩炮 以及操作弹射器等多种玩法 玩家还可利用角色定制系统和庞大的武器库进行搭配 形成自己独特的战斗风格 较为不足的是 游戏优化方面有点差 服务器人一多就很卡 新人上手比较困难 可能会被大佬吹爆 策略经营模拟游戏咒术师学院 现已更新了简体中文 并对平衡性以及bug做出了一些修复改善 目前游戏迎来特惠促销57元 在本作中 玩家需要建立并管理魔法学院 从天赋 性格 和经济实力等多方面要素考虑 来训练出出色的法师 抵抗邪恶势力的入侵 基于一般的经营模拟玩法上 游戏还创新的融入了卡牌要素 在不同的魔法卡组上抽卡 可以做出相应决策 例如使用炼金卡组 可以让学院更快产出各种魔力和药水 Droglack动作冒险游戏失落城堡将在9月30日发布全新DLC 一记守护者 本次DLC将新增两个关卡 一个是一记关卡 碰满凹凸不平的墙壁地面 以及忽明忽暗的火把 玩家将在其中遭遇神秘怪物 另一个呢是冰窖关卡 这里异常寒冷 滴水成冰 到处都是凶猛的愚人族 这两个关卡 共将新增9个boss和20余种小怪 这下又有的一刷了 国产古风二次元RPG游戏 侠盗游戈近期上架Theme商店 售价38元 本作以养成类回合制为主要玩法 玩家将扮演少女吕灵机 一路历练成长 锻造神兵力气 挑战各类boss 探索重重迷暗后的真相 有点莱莎那味 但本作目前看来只有力会建模还可以 其他许多方面都很拉胯 例如视角转动上 让人十分晕眩 战斗系统浅薄粗糙 技能动画有着延迟粘质感 场景的细节刻画看起来略为空洞 像素风生活模拟游戏昼夜之城 将于后天发布抢先体验版 有免费试玩版可供下载 本作融合了新路股物语 饥荒和模拟人生等经营模拟游戏的玩法 玩家将扮演一个刚到大城市的大学毕业生 在一个奇怪的公司上班 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冒险 在白天的时候 玩家需要兼顾饥饿能量 社交关系和幸福度等方面要求 保持角色的身体健康 晚上玩家将会进入到一个梦境之中 探索随机生成的奇幻世界 可以在其中扮演一个牧场主矿工 或者疯狂的游戏玩家 选择不同的人生目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访问我们全年都在打折的游戏CDK微店 和重新开业的淘宝店 还有上传视频文案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在公众号留言指出我们文案的错误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